延明熙、林逸康、鄭俊雲、土玉倫 历日現身已故歌手陳百群的紀念活動 Gigi更有獻聲演繹Danny的金曲 而Gigi的新歌Only For Me 近日在網上突破一百萬點擊 認真威水 Gigi也很感激大家對她的支持 Gigi也很感激 有一件事要恭喜你 因為知道你首的新歌 在一些平台上點擊率就衝破了一百萬 其實我覺得這件本身是很複雜的事情 但我覺得大家都很團結 Loop這首歌也很感謝大家表現出 對這首歌的喜愛 所以希望繼續加油 還有希望可以在現場唱給大家聽 應該是不是早幾天的事 跟粉絲開了電車派對 是 早幾天的事 會不會是因為想感謝大家 答謝大家的支持 其實反而是 應該是他們邀請我 是的 他們首先有兩架電車 一架是18架電車 一架就是Only For Me的主題電車 雖然18架電車他們都有佈置 一些Only For Me的相應的情境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非常有心 是的 還有我有一次放完工之後 我就坐同事的車回家 之後我就看到有18號這架電車 他的外觀一下就已經吸引到我 我沒有想到這次他們為我準備了 但我沒有跟他們說這件事 沒錯 之後他們就在裡面佈置了場景 也有安排一些食物 大家就一起去派對 阿Phil雖然自小受家人影響 而經常會聽Danny的歌曲 不過說到唱康聲線上 會不會模仿Danny 阿Phil就說扮不了 Danny的聲音扮不了 不過他是… 後來我自己做歌手之後 錄音的時候 有監製有提及過Danny 如果他是怎樣唱 原來他每一粒字 會用很多電影去 去唱過整個詞 好像很難 純粹是有一種很大的字 每一粒字都有很多電影去唱好 每一粒字都重要 而對我來說 可能我自己很多都是玩R&B Jazz 或者外國那種 比較隨意的感覺 是 就… 他… Danny的Approach 可以靠我 可以找到中間的平衡 哦… 因為有時中文 尤其是廣東話的字 是 粒字都重要 如果純粹大過了 就沒有了那個power 那我… 他有一個好表姐 就是每粒字都重要 下個月10號 就是阿Fred的40歲生日 亦是他Fans Club 成立十周年的大日子 阿Fred就趁著這個好機會 會和Fans好好慶祝一番 其實今年亦都是歌迷會成立十周年 哇 眨眼 眨眼了十年 十年 是的 前幾年就… 上年都沒有搞 因為疫情 今年就可以… 海外的Fans就可以飛來香港 是 所以今年就會… 除了生日會 就會搞十周年的Reunion 是 就會搞個類似Mini Concert Mini Concert 會是很大型的 不會很大型的 不會很大型的 但場地呢 場地穩定了 你說Mini Concert 不會是平時做秀的一個地方 純粹是一個大一點的場地 大一點的場地 有太音響 有台 但亦都有食物可以供應 飲品可以供應 除了聽show之外 有機會跟大家聊聊天 吃東西 雖然Oscar 只可以在Danny的音樂作品中 認識這位前輩 不過他就覺得Danny的創作 到現在都可以 令新一代唱作人得到啟發 絕對有 其實他是啟發了很多 特別是我們這一代的唱作人 去怎樣跳出那個框框 因為譬如我今天就唱 Danny前輩的連儀 其實連儀當時也是第一首 在那個年代會出現假音的歌 是嗎 是的 其實這些在當時的年代 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因為以前大家都追求 我唱歌一定很有中氣 很實 一定要嗨 才是要唱歌好 但Danny前輩就用一個 其實不用的 假音舒服 順意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所以對我來說 這些都是會啟發到 我們新一代的歌手 怎樣去再做新的 你日出席紀念活動的 還有Danny的哥哥陳伯玲 以及表妹玲玲 見到有這麼多人 仍然懷念Danny 都令他們很感動 是很難得 通常人在情在 是 人在這裡 茶都涼涼了 是 人家就 他們仍然是這麼好 真的很難得 很難得 很難得 很感動 是 怎會呢 是 很感動 很感動 很感謝他們 這麼多年 都不斷地 這麼愛 但是Danny 都是這麼喜歡他的歌 喜歡他的人 真的很感動 是 剛才在裡面 你們應該都無管動了很多次 也是的 很感動 他們唱得很好 唱得很好 他們演繹得很好 很好 相當好 是 有沒有哪個歌手 你覺得 哇 真的剛才唱得很好 差不多 每個人都很賣力 很認真 嗯 嚴明熙呢 嚴明熙真的唱得很好 嚴明唱得很好 第一次在現場聽他演繹 是 我很少聽他的歌 但是一聽 哇 咦 好厲害